你知道美国作家埃尔德里奇 克里佛吗 他曾说过一句话 你不能解决问题 你就会成为问题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 如何处理 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素养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仅是一个人的学识 不仅身安为人处事之道 解决问题亦不会失了水准 他们在遇到麻烦时 往往都有这几种能力 当一个人被情绪所控制时 所做的决定80%都是错误的 在一场众人瞩目的赛事上 发生过这样一幕 1965年的世界台球大赛中 世界未免冠军路易斯 福克斯一路高歌猛进 就差将最后一颗八号黑球打进 就能未免冠军 就在这时 飞来了一只苍蝇 停在他握干的手臂上 选手只好停下动作赶走他 可等他再次摆好姿势时 苍蝇静落在了那颗至关重要的黑球上 大怒之下 他直接拿起球杆向苍蝇捅去 结果苍蝇是飞走了 他的球杆也触碰到了球 于是就轮到对手击球 对方抓住机会 一口气把自己剩下的球全打尽了 福克斯也因一时的怒火 错失了未免冠军的机会 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才能更冷静地处理好事情 遇事别着急 按捺好自己的情绪 静心思考 从容做事 如此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主导自己的人生 清晰地找到问题所在 是破局的关键 若无法探寻到问题的根源 则如同老驴推磨 只能原地打转 美国有一名叫汉姆的传教士 他到一个新的村庄传教 当地村民给他配了一辆就汽车 但车子有点毛病 一旦停下来 就很难再次启动 在路上需要停车时 汉姆就把车停在斜坡上 方便再次启动 或者有时他直接不熄火 后来村庄里来了一个新的传教士 汉姆自豪地把使用汽车的技巧传授给他 新传教士一边听汉姆说 一边打开车盖检查起来 不一会儿他用力拧了拧松动的发动机挖线 然后坐到驾驶室 一下就发动了汽车 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把问题清楚地写下来 就已经解决一半 揪出根结 对症下药 事情方可迎刃而解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农夫住在山脚下 常常要往返市集 卖羊肉和羊奶 从他家去市集有两条路 一条在屋前 可以直通市集 但是被一块巨石挡住 十分难行 一条在屋后 曲折盘绕 要花好几个钟头才能到 农夫决定移开屋前的巨石 可是和儿子辛辛苦苦半年 却几乎没什么进展 有一天 儿子干活累了 坐下来休息时突然大喊 既然一步走这块大石头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家搬到石头的另一面呢 愚钝的人 遇见人生的巨石 一味死磕 耗时耗力 最后却是被公办 在路走完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到了路的尽头 而是提醒我们是时候拐弯了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变通 明白拐弯也是一种智慧 有一个只有几分钟短片 却意味深长 一个小男孩穿着正量的新皮鞋 与父母一同去乘坐火车 由于上车人潮拥挤 混乱中男孩的皮鞋被挤掉了一只 这时站台上的流浪儿看到了 捡起皮鞋递给男孩 但流浪儿奔跑的速度 终究赶不上火车的行驶速度 男孩看着站台上的鞋子 离自己越来越远 脸上浮现出失落的表情 火车即将驶离站台 男孩突然脱下脚上的另一只鞋 用力地扔向了站台 流浪儿上前捡起皮鞋 如获至宝 与此同时 男孩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不是每一种选择都必须要坚持 也不是每一种坚持就是正确的 有舍才有得 放弃该放弃的 才能专心坚持该坚持的 逻辑思维 创始人罗振宇说过 终身学习是唯一能够对抗 不再三十岁死去的方法 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迭代的产物 从一个最好的内核开始 一个一个动作的持续迭代 和一次一次微小的选择 就会成就你的产品 以及你的人生 今天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点位上 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年里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持续迭代 学历代表过去 学习历才代表未来 听到最后才发现 一定是那些能够持续学习的人 才能一直笑到最后 只要坚持学习 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人生中 越跑越远 愿你我遇到问题 都能不被脾气左右 学会将心比心 处事灵活变通 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所有美好 终将如期而至 到最后才发现 一定是那些 能够持续学习的人 才能一直笑到最后 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才能更冷静地处理好事情 找准问题的能力 发现问题 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把问题清楚地写下来 就已经解决一半 懂得变通的能力 真正聪明的人 都懂得变通 明白拐弯也是一种智慧 事实放弃的能力 有舍才有得 放弃该放弃的 才能坚持该坚持的 持续学习的能力 只要坚持学习 都能在自己的赛道 人生中越跑越远 愿大家都能在 遇到问题的时候 多看看 《洞建军》的这篇文章 不被脾气左右 学会将心比心 处事灵活变通 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人生如期 有进就有退 凡事顺其自然 欲事处之泰然 得失知识淡然 艰辛曲折 必然 利尽沧桑误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